还记得里域奥运会上 中国女排一个有趣的遭遇 按照规定 女子运动员出国比赛 身高一米九五以上 可享受头等舱待遇 其余只能坐经济舱 中国女排只有朱婷和袁星月身高 超过这个数字 所以她们去巴西 只有两个头等舱指标 团结的队员们 每隔几小时 就互相轮换着 让大家彼此放松 其实这群身材高大的姑娘 坐经济舱 对血液循环不利 时间久了 很容易造成肌肉疲劳 影响状态 但是面对硬性规定 也只能执行 不过 当女排拿到奥运金牌后 待遇立马变了 所有球员回国 均可以乘坐头等舱 目前 中国女排星一届大名单公布 主教练是安家杰 总教练郎平将留在国内 遥控指挥 这一批队友中 有三名奥运老将压阵 分别是刘晓彤 功享与何伶俐 此次瑞士女排精英赛 国家队的首要目标 就是锻炼新人 从北京飞赴日内瓦 时间大约在11到13小时 如此长途飞行 会让球员十分疲劳 不过 从门户网站披露的消息来看 这次队员 依然没有头等舱待遇 也许是因为经费不足 然而 财大气粗的中国足鞋 却能让中国男足享受宝极待遇 差距如此之大 让人不解